嗨 大家好 这里是迪欧卢大波狐 欢迎来到《灭勒图单》 这是米利希塔五周年 今天是五周年纪念活动正式开始 和网上一样 周年纪念活动和其他的活动有最大的区别是 它的排行榜有另外一个榜 是分角色的排行榜 你在这个活动里 你所挂的那个角色 当你挂某一个角色时 你所获得的活动的点数 会算到那个角色头上 然后每一个角色有一个独立的榜单 这个榜单有什么用呢 最大的作用是 如果你在这个榜前一千名以内 就是每一个角色是一个独立榜 你在某一个角色的榜单里排名一千的话 你会有一个头衔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之前几年的头衔 给大家演示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我这四个头衔 是过去四次中年庆活动 我拿到的茱莉亚的排行头衔 这个是你只要在一千名以内 就是某一个角色的一千名排行以内 你就能拿到一个头衔 如果你在一百以内 你会上这个电视 这就是从一百开始 一百开始往前面倒 当然只是你的名字在上面而已 然后如果你是在前十之内的话 就会是这个效果 当然排行的头衔也会变成一个彩虹色 这就是每一个角色的排行榜的冲突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这就是看各位自行决定了 至于冲哪个角色到底冲动扰名 是各位自行决断 就是这个活动和所有米利西塔里的所有的活动 都是一样 就是你的 你这个活动能拿多少 能拿多少活动点数 完全和你花费多少体力直接相关 那么这事很直接了 你有多少体力皮 你愿不愿意磕体力 跟这个其实有关系 然后你想一下 你有多少个竞争对手 就这么个问题 所以如果想冲自己真爱的榜 想冲高 想冲排名比较高的话 那么就是自己根据你手里多少体力皮来决断 以及你是不是想 是不是想克体力来决断 这就没什么说的 只能说自行决定 另外我看有人说是甘半下横 但是今年有一个改动 就造成了一个结果 就是这次冲绑不需要甘 只需要体力皮和保 只需要体力皮和信用卡 因为今年有个改动 这个改动说出来 玩过去年的 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今年最大改动是 打工可以自动 你看到第二个按钮吗 第二个按钮是新增的 今天新增的 就是打工可以自动打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你的 它能自动的帮你打个圈打满 就是打工圈打满 至于干什么 玩过去年的都懂了 然后但是我现在给 没玩过的 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我先自动打工 我先打满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 我也想看看什么情况 这是使用 下面这个选项 是不是自动画体力皮 优先级7 这个是 这是换优先级 那我现在体力 不是足够的 所以无所谓 好走 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 我也看一下什么情况 如果你 这整个过程都是可以全自动 你看看右上角有个auto 如果我没记错 我刚刚提到你可以加速 我看一看怎么能调出来啊 如果你想挂着全自动 是可以挂的 你看走下角鬼倒计时 但如果你想快 那还是还得手动点 但是它现在 就是理论上 你是可以全自动 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没对 活动期间好像还一个是消耗50体力 那个打工是吧 可能那个效率更高一点 我这个现在用的是消耗20体力 然后乘2的 就是消耗40体力打工 我记得有个消耗50体力的 有些就去看一下 到上线的时候 手机会震一下 快告诉你 高级 高级 那你就 就刚才我想我说的 上班的时候 把手机往边边一放 挂去呗 然后一会震一下 你知道完成了 有 有一个消耗30体力的 那么乘2之后是消耗60体力 那就非常快 瞬间就满了 在选项 System设定的最后 有自动打工的设定 其中有一个演出速度 能调到高速 该干啥 各位都知道了 行 那么现在说一下 左上角我说的流程的意思 等于先保证你的 对 首先我先再明确一下 我所说的这个打法 是不考虑体力消耗 只考虑单位时间内 得分的效率最高 所以这个打法的前提是 你得有大量的体力瓶 或者你愿意刻体力 这个是大前提 但是 基本上想冲绑的都这么干 所以 我也只能说自行决定吧 这个前提的这个样子 你看我铁地平摆着呢 所以我肯定要这么干 行 现在直接 现在说一下做法 第一 把打工券打满 然后这次有自动打工 所以 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 第二 开火 开火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活动期间 有一个buff的功能 这个buff是每天 每天给你一次 最多存两个 也就是 基本上你每天用一下的话 就不会出事 但是说 如果你有以前忘用了 还会存到第二天 是这么一个buff 就点这个按钮之后 就开buff 叫boost boost 开完buff之后 你所有的 活动道具的获得 活动点数的获得 都会乘二 然后 直到你打过十首歌 或者过了三个小时之后 一般来讲 就是十首歌 可能会牵到 你不可能说 开了boost之后 你就干别的 这基本也不会发生 所以要做的就是 首先 打工券是满的 然后开了boost 之后 然后 活动还有一个概念 是活动有一个up曲的概念 就是点 在活动 界面 点这个按钮 在上面的 就是上面的第二个按钮 这是今天的四首up曲 就是每首up曲 它会给你另外奖励 但是你就来打这次 这每天的up曲就可以 我们现在不是 打工券是满的吗 然后进来之后 直接用打工券打 不要用体力打 用打工券打 然后 直接可以 直接消耗450个券去打 就花得非常快 然后现在我们是开着boost 来花450个打工券 来打up曲 怎么打呢 直接开AP打 就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把打工券打满 开了boost 选一首up曲 开AP 不要有任何其他想法 直接开AP 为什么直接开AP呢 是 经过去年的一个改动 就是这个周年庆活动期间 AP是无限的 你不可能用完 有可能 你是冲第一名 第一名的话 你是可能用完的 但是一般人 一般来讲 你是不可能用完的 所以想都不用想 把AP点上 而且你想想 因为你是 但是你在打歌之前 你是疯狂的在打工 那么AP你本来获得的 获得的几率也大 对吧 然后整个的循环就是 其实就是开了boost之后 用450打工券去打 今天的up曲 然后如此循环 但是当然了 我走上边也说了 就是理论上 你是可以算出来 到底是继续打 今天的up曲的收益高 还是打活动曲的收益高 你是可以算的 但是我没有算过 一般来讲 我的个人习惯是 打五首或者六首up曲之后 就去消耗活动 消息消耗活动道具了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设定 就是这个活动期间 就今天一上来 活动道具是可以直接用四倍消耗的 然后关于这个消耗 官方也提到 其实活动是有后半场 但是后半场的活动道具消耗 是不提高 永远是四倍 也就是后半场对于你的活动点数的收益 是没有任何提高的 所以像我们这种打法的话无所谓 那后半场后半场加的是啥呢 后半场加的是你那个 你的那个打普通曲的时候 是可以用三倍洗地的 是加的这个 基本上这个中间性活动 如果你想充榜 就是这么个流程 消耗就是体力屏 如果体力屏没有 那就是 磕体力 那就量力而锐吧 行 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AP无限 你们看活动综合奖励 从19万分开始都是啥 这就是我说的 你用不完 不可能用完的 不要想 就这种自动化打法 唯一的问题就是先期的时候 你AP可能不会用 但是只要你活动分 到了19万之后 你的 你的AP是 无限的 对 这样提醒一下 啊不许有四首 每天都打一下 四首四首歌 四首歌都打一下 是额外奖励的 然后现在打工券用完了 去打工 然后直接 用那个 散事体力的 然后乘二打工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活动很无聊 因为你 因为你自己是不干事的 只是在下指令而已 去整体流程全自动 我们什么都不用管 当然还是我得重复一下 这个全自动的大前提是 消耗大量的体力皮 或者 克体力 总之量力而为 720 四倍是720 我现在是 一万两千 现在我的这个 活动 道具存量足够我打 足够我打17吧 那就没得说了 这个 四首UP打完 直接把它 直接把它发光吧 我现在手机屏幕是碎掉的 我手机前几前摔碎了 现在就是顶着破碎的屏幕 再来打工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开个PC上开个模拟器 反正自动的 声音延迟有点受不了 你又不是打歌啊 你是挂着呀 他听歌的话 他听歌的话 也有点 你就不过台挂着呗 你又不是看话了 你是听的 nice nice 再一会试 但是要重新下载数据 那就有点了 是 对 手动打完这手之后 我得去我的礼品箱里把存货用完 如果还在看着各位一会不要慌张啊 我的礼品箱里的存货有点 我只能说有点多 99加99加 我得看着他 偿这个 我给你 我得让你 我得 你 我得 我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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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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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贾 你 DMM没啥比较 对 它之前关于它的优化还做过演讲呢 然后特别逗的是他们给这个优化方案起了个别名 叫Project Arcane 这Arcane5字母是他们把Arcane名字的几个字母给展开了 正好是他们优化那个方案的名字 上DMM呀 万代好像现在万代和DMM没有合作过的东西吧 CGS上了CY 对是CY的 因为CY本身赛马娘也上过 才127万分数真低 换说今年的歌曲没有全员版吧 啥全员版 13版 有啊 每年都是后半段开的 哦 后半段 对 但正好说的后半段正好重复一下就是这个打法跟后半段没有没有影响 现在怎么打后半段还怎么打没有影响 我现在开礼品箱了 各位各位不要慌张啊 我礼品箱里有94个AP 行 那个FC已经达成了 剩下还有5次 boost的还有5次 那就全自动了 不管了 嗯 有人说今年中检卡的角色技能是新的 我看一下 喂 什么鬼 好像技能是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 安娜和阿丽莎是管combo 阿卡内和阿米市管得分